英业达日前一口气资浅了371个人 引起了社会高度关切 而台北市劳工局今天表示 从英业达提供的资料 只能够确定其中的223名员工 确实受到业务紧缩的影响 要裁员可以理解 但是其他148人被裁员的试法性还有疑虑 劳工局请英业达进一步说明 英业达以惠普放弃平板电脑为由 将整条生产线裁撤 电脑影响必须大量裁员371人 到底合不合法 台北市劳工局在收到英业达提供的 业务紧缩证明之后发现 有148名员工被裁员的试法性有疑虑 台北市劳工局认为这148人 不属于惠普跟笔电代工部门和业务紧缩没有直接关系 却成为资钱对象 是法性有疑虑 已经要求英业达再说明 而目前也有18名被资钱的劳工提出劳资争议调解 其中有三个人要求恢复工作权 调节委员会最快两周内召开 另外受到这波科技业不景气影响 电子工会昨天表示有3.3万劳工再修无薪价 跟官方数字2800亿人相差10倍以上 老委会强调这已经在查证 是否真的有电子工会所提到的 无线学家的状况 要做一个详实的查证 所以签协议书的人数多少 然后放无线学家的人数多少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地方政府 能够更精准的来报给我们 王荣璇也表示通报时间会有落差 这个月16号将再公布最新的通报状况 也会应民间的质疑 强调现在的资讯这么发达 政府绝对不可能粉饰太平 记者讯分自